妈妈,什么是三观呢? 三观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世界观,人生观,价值观。 那什么是世界观? 世界观就是你对世界的看法。 一个人的世界观是由他的所见所闻决定的。 比如说你今天学会了一个公式,读了一本书,结交了一个智慧的朋友, 他们都在丰富和扩展你的世界观,这就是世界观。 那价值观是什么呢? 价值观就是你认为怎么做是对的,因为同一件事情,可能不同的人看法是不一样的。 比如说有的人会认同知识改变命运,有的人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, 还有的人认为财富才是最重要的,这就是价值观。 那什么是人生观呢? 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同决定了你的人生观, 人生观就是你读了那么多书,走了那么多路, 然后回到自我身上去思考我的梦想是什么, 我要成为怎样的人,这就是人生观。 好的妈妈,我明白了。